為什麼阿嬤阿嬤又主義跟你說話 因為他要教我 怕我不會 生下的時候 因為阿嬤阿嬤他們都聽不懂國語 所以都只能用主語講話 不能小看民族教育的學習比分數更重要 23號華蓮縣部落大學特別邀請到了 阿美族退休校長陳明珠女士 以文明與傳統價值之間的思考 教導孩童的教育要從家庭做起 因為很多事學校是學不到的 什麼叫原住民的民族精神 其實都在生活裡面 教孩子有禮貌 教孩子要負責任 教孩子學會合作 那在學校學不到嗎 有 學得到 但是沒有辦法 具體實踐的時候 民族教育就看不見 主辦這次座談會的花蓮縣原住民部落大學校長 鍾文官表示 原住民一定會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 這次舉辦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省思 我們是不是跟孩子一起遺忘了族群的故事 是不是失去學習原住民族知識的機會 從部落的觀點 從部落的角度 或是家常的角度裡面 談談看什麼叫教育 那到底 民族教育到底是要做什麼 這個是這次的一個會議裡面 想要帶出來的一個價值 因為我們希望說部落有機會 可以掌握自己的教育權 從最基層開始 鍾文官希望透過座談的分享以及交換意見 讓孩子與我們的文化生活不再脫節 也不要因為社會目前的氛圍扼殺了對民族教育的責任 要關心屬於自己的民族教育 一起跟孩子主動找回向部落文化學習的機會 記者綜合報導 至少 臣 谢谢大家